我们耳垂后面的小窝里面 那这两个穴道呢 你呢就是当你不舒服的时候 就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去按压 食指去按压它 它可以让你耳朵这一带的紧绷啊 或是甚至你觉得 我听了太久的耳机 我整个耳朵不太舒服 都可以去按摩 我让它舒坏一点 对对对没有错 那另外一个呢 就在我们的耳朵前面 它叫做这个听宫穴 你看就能够找 就你看这 它就在我们耳垂前面的 这一点就叫做 是耳垂前面突起来的 对就是我们耳垂嘛 那耳垂的前面 这边有个凹陷处 就很简单 那这个穴道呢 你把他嘴巴张开看看 哎它是不是对的 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说你把你的手指 放在你的耳垂的前面 然后你自己把你的嘴巴张开 哎有一个洞跑出来 就是那个地方 对就是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扎这个穴道 就会请病人 请你把嘴巴张开 然后再扎成 所以医生也很好找 对 所以这个就叫听宫穴 那你看看哦 它的名字叫听宫 当然是会让你的这个耳垂 可以增加 如果你是老人家 你没有在滑 滑球机 对 你觉得我耳背 或者我有耳鸣 你觉得我耳朵的问题 或是你小朋友常常会中耳鸣 都可以按摩这个听宫穴 嗯 它都是很容易 对 那在最后这个呢 我们也常常介绍 它这个百会穴的水 哎 你今天按摩 效果很多 对不对 效果很好 你这样和头部的问题 都可以去按压它 它在头顶的正中央 对 就在我们头顶的正中一点 很简单就是 手指腹往头顶上一搭 其实你就会搭到你的摆回去 嗯 那就可以这样按一下 所以这些方法 你看其实不花钱 嗯 我只要伸手动一动 还立刻就可以解析这些症状 对 只是说怕你这个滑太久了 你已经 受伤了 对对对 好 可是终于是很多人睡前的哦 除了滑手机之外 它还有一个习惯 很多人都说 睡前看点书会比较好睡 或者是睡前看点书 好像比较容易把这些直视吸收进去 嗯 你怎么样看睡前看书这件事 我觉得看你是看什么样的书啦 当然呃 会建议就是说我们睡眠的地方 就是应该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嗯 而不是你去看书的地方 因为接着到一些光线的问题啊 对对眼睛好 那么如果说你的灯光那些都OK 那你想要睡前看一点点 放松你情绪的书 那我觉得是不错 对 可是如果这种东西太过的紧张 刺激的书 身太小了 那你就很悬疑睡着 对对对 那就不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对 呃这个 我们其实有医 医生他这么提 提出来的啦 我们接触呢 卧房躺在床上呢 就不能有其他的活动 这是一个建议啦 对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 就是说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看太久的伤眼睛 看太那个剧情紧张的 你就觉得这么 那都不太适合的 所以希望你睡前呢 而不要看